上品 中品 下品 上品不可毁 中品可毁 下品可毁 要将分别 四分律 卷三十六 说戒监督 根据律章来说 依照佛说的 而时说戒日 有人犯罪 然不是所犯罪名 不是罪相 我们先祖 也是根据律章来解释 四分律的 变三十六 说戒监督 而时这个时候 说戒日 送戒当天 有人犯戒了 然而他不认识 自己所犯的罪名 不认识罪相 犯罪的人 不认识 所犯的罪名 罪种 罪相 不知道应当如何 怎么办呢 我都不认识 我们简单说 佛言 应当请问 受持三藏 持法 持律 持摩仪的比丘 受持三藏 教法的比丘 他明了 经欲论三藏 然后呢 跌出自己所犯的罪名 罪种 罪相 如法忏悔 所以呢 这个 律教当中 是忏悔 金氏的业障 忏悔我们金氏 受戒犯罪的业障 那 化教呢 他就通于三世 通于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这里要分别 就是呢 忏悔过去心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然而呢 这个戒体是 遮止 过去心的过灰 还有遮止 未来心的过灰 因为什么呢 现在心啊 念念生命啊 这一念生起来 落下的时候 就变成 就是过去心了哦 现在心念念不住哦 这个是 律藏里面啊 非常维系的地方 我们看 先祖啊 学习三藏 解释到这么维系了 所以化教呢 我们看这一段文 忏悔业障的长安文啊 如果依照南山律来解释啊 他就是通于忏悔三世的罪业 我们来学习这一段 四分日结模书 纪元纪 卷十六 四十六月的后一面 很有意思了 我们为了这个 讲这一段 忏悔业障 所以融会化教跟治教 这样子就很圆融了 很圆满了 不偏了 那我们就用化教参与法就好了 治教就不用了 那何必要学戒呢 这里的问答 叶书记 四分日结模书 纪元纪 卷十六 四十六月的后一面 问 借发为现在 圆境通三世 能皇局过位 若而忏悔者 唯灭己事罪 真问 借发为现在 借题啦 做借题 无做借题的发起 唯独是 现在是 我们现在是 受借嘛 归三宝受借 借发为现在 圆境通三世 圆境发心 攀原始法界 有情无情众生的境界 发心事断 一切恶 无恶不断 事修一切善 不善不休 事度一切众生 无欲众生不度 圆境发心 是通于三世啊 过去世 现在世 未来世 都要断恶修善立身 能皇局过位 我们都知道了 借题能够皇辉子恶 皇过去非 未来非 未来非 只现在心 不作恶 只习我们 现在当下的心 不作恶 我们看这里解释了 能防局过位 戒体能防局限 防过去非 未来非 什么道理啊 为什么 戒体能够防飞子恶啊 能防局限在防过去非 防未来非呢 这里就很维系了哦 戒体能够防灭除过去新生起的非法恶念 我们现在生起杀心了哦 生起杀心念念相续哦 下一念的时候 下一念就过去了 等于过去新恶啊 戒体能预防灭除过去新生起的非法恶念 也预防未来心 不再相续生起非法的恶念 预防未来的心啊 你现在心生起杀心了哦 不可以啊 这是恶啊 我现在心要制止他了 那这一念心过去之后 我制止他这一念心就已经是未来心了嘛 现在的杀心 不可以 杀心过去了哦 不可以是现在心嘛 他又过去了 我要好持戒 你看 就是防未来心啊 防未来心 不相续生起非法的恶念 有道理 很有道理哦 现在心念念不住啊 你说现在吗 他马上过去了 念念不住 才刚刚生起恶念 我要对峙他 他就过去了啊 就落在过去非 落在过去心的非法恶念 所以现在心无非可防啊 这样解释很有道理 这样解释很有道理 如果假如是如此的话 忏悔者 忏悔者唯灭几世罪啊 我们以绿教来忏悔 这个忏悔 绿教跟化教的忏悔里面 忏灭几世罪啊 是灭几世的罪业呢 过去未来 过去未来 现在这三世的罪业里面 是面几世罪呢 答 不同时故 当起罪名又未定故 不得提名入忏悔也 宣祖这段文呢 解释化教跟治教两种忏悔 都说到了 跟我们普贤喷恨怨瓶 忏悔业障的长寒文 我们将它融会起来 就是两种忏法都需要 不能偏啊 那就不圆满了 那佛制的戒律 怎么可以轻视呢 前面已经问过了 答 经论所显 忏善是也 在经典论帐当中所显示 经典论帐中的化教 化教所显示的 忏悔三世的罪业言 经普贤恨怨瓶 这华元经普贤恨怨瓶 论啊 论就很多了 大圣提心论 大自治论 于潜世帝论等等 经论中化教所显示的 是忏悔过去与现在 未来三世的罪业 以过业千来报 因为过去世的业因 牵引未来世的果报 未非起现在 未来的过非 生起于现在 生起于现在心 现在生起恶恋了 未来就有过非了 有道理 未来的过非 生起于现在心 既不说明总 既然 这个化教畅语的 经论中的忏悔 既然不说罪名罪总 没有说我换到什么罪业 没有这么说 既然不说出罪名罪总 故通曰三世 故经论荣通世曰 忏悔三世的罪业 普贤菩萨恨怨品 忏悔业障 隆通世忏悔三世的罪业 律制则不耳 律中佛陀的制定 则不是如此 唯忏已作 唯独是忏悔 已经造作的深口意 深口两种罪业 唯独是忏悔 已作之罪 不是明总罪则不灭 不能认识罪名罪总 我换到什么罪了 都不认识啊 不认识自己所换到的罪名 罪总罪相 换戒罪则不能灭除 这是根据四分率 卷三十六 说戒监督的文 这么解释 佛说的 现在无恶 与善恶恶心不同时故 现在心无恶 现在花露忏悔的心 是善没有恶 因为善恶两种心 不同时存在的缘故 有善心就没有恶心 有恶心就没有善心 互不相容 当起罪名又未定故 当来生起的罪名 你当来未来啊 你要造作什么罪业呢 哪一篇的罪名啊 又未能决定的缘故 还不知道啊 你要换什么罪 还不知道啊 不决定啊 当来生起的罪名 又未能决定故 不得提名入忏悔也 不可以提出罪名 不可以提示罪名 入于忏悔法也 还没有犯吗 还不能忏悔 这是律教里面的制定 基文的解释哦 答中 出名化忏的哲通三世 如经论中 以作 金作 当作 西忏悔等 名种及罪名种相 律下赤名自忏 为局过去语 出证明须是名种 对反化忏 现象 简于恶事 献忏是善意 不坚恶 未来不定 无由跌毁 以这一段文来说明啊 就是我们学习化教啊 也不要忽略自教 戒定会三学是 一体的啦 学有次第 学习的时候有次第 但是到最后呢 这个不可分离啊 戒定会不可分离啊 如顶之三足啦 缺一足都不可以 不能缺一足啊 他就会倒下去哦 如顶之三足 所以学习有次第 到最后啊 要融通起来 戒中有定会 定会中有戒 戒定会是一样 但是从基础升起来的 成就戒定会三无落学 从持戒开始 从学戒持戒开始 能够升起的 学习有次第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是融合的 一体了 回答中 最初一段啊 说明化教忏悔 则通于三世 经论所显忏三世也 以过夜千来报 未非起现在 既不说明种 故通于三世 这是第一段 最初的一段 如经论当中 过去已做 经做 现今造作 当来所做 西忏悔等 完全都忏悔 等等 明种及罪名种 像 我们律章当中呢 第一篇什么罪名 第二篇什么罪名 第三篇什么罪名 第四篇什么罪名 罪种 第一篇里面 你翻到哪一种类啊 哪一种的 第二篇哪一种类啊 罪种 罪名呢 犯之次数也 你犯了几次啊 要跌出来 一次就一次 不义数就不义数 律下赐名自参 律字则不耳之下呢 说明自教的参悔法 所以这两种要融通了 融通起来 为局过去啊 自教参悔法 唯独是局限 参悔 过去 已做之罪 杀害蚂蚁 当下 杀害蚂蚁 罪业成就了 就成为过去了 就已经过去了 蚂蚂蚁被杀之后 就过去了 唯独是忏悔 过去已做之罪 初证明虚是民种 最初啊 这一段 正式说明 必须认识罪名罪种 最初这一段 律字则不耳 为参以作 不是民种 罪则不灭 要认识清楚啊 不学戒的人 你根本没办法参啊 罪业堆积如山啊 对反化参 相反啊 相反 反对于化教的忏悔法 你只要念诗句就好了 在佛弦念诗句 往昔所造诸二叶 皆由五死贪嗔痴 从生于义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相反于化教啊 献下简于恶事 献在无恶之下 减除其余 过去是未来是 律字呢 唯独是忏悔 现在是所做的罪业 减除过去是跟未来是 现在忏悔的心 是善心啊 意不坚恶 意理商啊 现在忏悔不坚待恶心啊 忏悔是善心嘛 不坚待恶心 未来不定啊 未来心还不决定 无有跌毁 无有因有跌出的忏悔 你未来心要做什么恶啊 不决定 所以没有因有跌出的忏悔 很有道理 这一段忏悔业障的文啊 我们就以化教跟治教 把它汇通起来 两种都需要了 不是我们就不用律障了 而不是 回向 远通寺 为信德律师 以至台南法王讲堂上儒下本和尚出家 为清宫和尚逝者三年 随时研究戒法 为医至阿舍黎 护观三年期间 从每日诵时至官房外 即专心悦葬 早晚定刻念佛 日背诵金刚经一遍 如是三年 皆以彼丘戒法 菩萨戒法行持 至今二十多年修行不错 法师深感戒法之重要 犹如此母善护行者 催福众魔领得安稳 认识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成立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体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实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善根俱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 三千零二十五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 共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2022圣诞草地派对 音乐工艺市集野餐 活动日期12月25日星期日下午1点到5点 活动地点 南投县草屯镇 新庄三路32号 精彩活动内容 圣诞派对 音乐表演 歌仔戏表演 草地野餐 跳蚤蚁卖 蔬食夜市 小农市集 做回馈社会的事 当日活动 所得及不捐善款将全数捐赠 以发展偏乡教育 帮助弱势家庭 协助身心障碍及独居老人 让爱充满力量 用爱看见希望 主办单位 台湾 Gina 偏乡教育发展协会 协办单位 南投县草屯镇 新庄国民小学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岁末总回向 慈悲志业 花莲中心举办 祈福消灾超建法会 恭送金光明最圣王金 点灯供水药供 甘露诗食 祭佛前大供 恭请常住法师祖法 日期1月1日星期日 到1月2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 一百六十号 电话 零三八三一一六七三 零三八三一一六七三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新闻三十号 问请圣意与世俗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圣意是超越概念心范畴者 世俗是不受抑制的经验者 他的体性是任何可能的迷惘心境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当你向内看着世俗 你发现世俗中并不包含任何概念心的范畴 在体验时反而是空的 且并非由任何事物所组成 这是将世俗自然消融而成为圣意的要诀 请问此案与彼岸之间的分界 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此案是指轮回的现象 彼岸是指超越轮回的现象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向内看着属于此案的一般思维心 由此看见 它是完全无实质的 是无可理解的能知 这是所谓的到达彼岸 是将此案消融而成为到达彼岸的要诀 请问昏尘与觉醒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昏尘是由于厚重的心意遮障 而无法理解任何事物 觉醒是鲜明地如实看见初始的本然状态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向内看着这个不了知 无理解力的心本身 不要质疑心是否了知 由此看见它不含任何体性 而是清澈且无遮的 这是让昏尘自然消融的要诀 请问 爱与正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正是厌恶另一个对劲 爱是喜欢另一个对劲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向内看着触发憎恨的对劲 并看见它是空性的 没有任何体性 向内看着激起慈悲的对劲 并看见它也是空性的 不具任何体性 你所憎恨的敌人是心 你所振爱的朋友也是心 了解这心是空性的 非由任何事物所造 即是让爱政自然消融的要诀 我只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要不知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 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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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我们要来讲的是天台九祖传 所以在慧师禅师的自己亲自的证悟 他就可以分别波洛经的境界 跟法阿经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能够教导智子大师这样子的差别 所以之后 慧师禅师他也教导智子大师 能够再实修法华三昧 所以他就是修了法华刑法 就是三七日 也就修法华三昧的修法 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智子大师他有写一部 就是法华三昧唱 就是能够依法华经来唱我们的六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修行 也是由慧师禅师 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实证的老师来学习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得到 天台中这样子的一个法脉的沉传 就是慧师禅师是这么修的 所以他教导智子大师 然后智子大师也是这样子修 那只是说智子大师他又将义礼把它整理 所以我们后来就会以智子大师是天台中的大臣 就吉大成的祭师 所以我们都说智子大师是天台中的开宗的祭师 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他把它吉大成 就是把所有的天台中的这个 这个义礼就把它做一个很有系统组织的一个这样的整理 那当时智子大师他经过慧师禅师这样的教导 他真的就领悟了这个法华三昧的这样的宗旨 然后他又询问 询问慧师禅师 他自己证悟的境界 他就问慧师禅师说 那师父你是不是证到了这个实地的谷位 因为我们通常以这个实地来说 就是依照菩萨音乐本业经 就是有将菩萨的修行次地分为52个阶位 第一个是实信 要具足十种信心 你开始要起修 不是只有说我相信这样 他是真的要有突破 然后真的具足这种已经没有要退转这样子实信 要信心这样 然后从实信以后就进入实柱 实柱地实柱位 然后实柱以后就进入实行 然后实行之后实回向 已经都能够有这种功德可以回向 然后再到实地 所以对于我们说这个实地 他是很了不起的登地菩萨 第一地就是欢喜地 然后到第十地就是法源地 所以这个实地的菩萨 修完就五十阶位之后 就是等觉庙觉 那庙觉的时候就已经要等着成佛了 所以像弥勒菩萨 他现在就是妙觉菩萨 他就等着要成佛了 就是他已经是可以补这个佛的位了 叫补处菩萨 就是补将来成佛的那个位置的菩萨 所以在实地来说就已经非常殊胜了 那智者大师就请问慧师禅师说 那师父你是不是证到了实地这样的菩萨果位 那慧师禅师说没有啊 他说非也 他说不是啊 他说我所证的是实性位 那就是等于是五十二阶位的第一个层次的实性 那在这个传记里面呢 就说当然了 这个是大师自己的谦虚的语言 当然大修行者 他就不会自己标榜自己 他说我只是在初学的菩萨的这个实性位而已 所以这个又更可以知道 慧师禅师的他的这种真修实性 那就是说修行者自己 也不需要跟人家标榜说他自己证到什么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在传记里面认为 是慧师禅师是自己很谦虚 因为怎么样呢 因为他这里说他的本机剖祥 也就是说 因为慧师禅师他自己所修正的这种 显现出来的迹象 跟他修行的自己的这种用功 跟他所产生的这一些这种类像 跟他自己历经这一些这种迫害 他都能够就是脱离这一些显观 这些太多太多了 他怎么可能只是实性位呢 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接着就是在传记里面谈的就是慧师禅师 他就迁离了大树山 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去南岳 湖南的这个恒山的所以他已经在河南光州大树山几年了 所以他就要离开这里 要再继续真的要到这个湖南恒山 所以他就离开了 离开大树山 那也是在他离开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这一些途中就分散 他就带了一批就是四十几位的这个僧众就往南岳 那也在这个时候呢 智者大师离开了这个慧师禅师 那智者大师呢 他就往这个南京的地方 他就到南京去了 他就没有跟随着慧师禅师 所以最主要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当时在这个大树山的地方 这个河南的地方 也是很多的这个战争 因为那个时候陈朝之后 我们知道这南北朝之后呢 是被随朝所统一的南北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还是很多战乱 常常都有这种 好像这边记载的就是举那个烽火 因为以前就是一个山峰一个山峰 如果有这个敌军 那边要来侵犯的时候那就会点这个火 有没有 然后有烟就让另外一个山的人知道说 有危险 那要他们赶快准备 所以这边就是说用这种烽火来 就是比喻当时就是很多的这个战争 所以也不是很适合修行的人 所以他们呢 就是由惠师禅师就带领了四十多位的出家众 就到了南越 那那个时候呢就568年 568年 已经是陈朝的时候了 那他到了这个南越 就是他当时要离开北齐的时候 他不是听到空中声音告诉他 应该去哪里修行吗 就告诉他说要去武当南越 他说那个地方是修行的禅定的好地方 那他之前呢到了这个大树山 只是就是方便权宜之计 因为也是在战争所以他停下来 那后来也是因为战争更加激烈 他就再继续往南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到了南越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会在这里停留十年 他就讲的这样子 就是到了这里 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预感 那在那里呢就有一位梁僧 就是梁朝的时候 就住在那里的一个法师叫慧海 慧海法师 他就住在这个恒山的恒越寺 就是恒山叫南越 所以这个寺呢就恒越寺 然后他看到的慧师禅师就很高兴 就好像是已经是老朋友这样了 就非常的高兴 而且呢他就把这个恒越寺呢 就让给慧师禅师 就让慧师禅师住在恒越寺 然后呢他自己呢就迁禅到其他地方 那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慧师禅师啊 他就在这里就安居下来 安住 然后呢他的途中也越来越多 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灵机 就是很多的灵验 就是非常的神奇的事情 那在这里呢 他举例了三件事情 也就是说慧师禅师啊 他都可以知道 他过去世啊 就是在这个 这个南越恒山的地方修行过 然后他指出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呢 他就因为在这个南越的这个 这个山顶 他就走到一个地方啊 就有这个林木树林啊 还有泉水 非常清澈的地方啊 他就觉得好像 突然有一种记忆啊 就觉得好像记起来 好像这个地方 他就马上指着这个山崖 这个山崖的一个 一个草丛的这个洞里面啊 他说他前世啊 就在这个地方路定 然后呢 他路定的时候呢 就有贼人啊 就有这个山贼啊 就把他的头砍掉 他在那里路定啊 然后那边山贼跑到山上来啊 就一刀就把他砍掉了 那这个途中啊 就听了以后呢 就把他刚刚指的这个山洞啊 就把他挖挖挖挖挖挖挖 挖了以后呢 哇 果然呢 就找到一堆的骨头 结果这个骨头里面 就真的没有找到头 没有头骨 就只有身体的这些骨头 就真的找不到头骨啊 所以他真的是已经可以有树式通了 他就知道他在这里 前世在这里修行过 所以当时呢 就把那个山洞啊 就取作一身岩 山野 那后来呢 他又指着一个大石头 就指着一个大石头啊 他说这个石头下面啊 也有他前世的骨骸 有他以前的这个 死了以后的白骨啊 结果这些 图仲也是把他挖出来了以后呢 哇 果然 得到 他的这个骨头啊 有白色又有红色 然后这些骨头呢 他这是 一个一个都还连着 串连着 串连着 这边说 连落勾属 就是等于是 他修行很好 这个骨头都没有散掉啊 就好像你拉起来 他还可以看起来一个人 的那个脊椎的那个骨头 这样子 这个在 这个 弥勒夏生经啊 有一部是 纪摩罗斯法师翻译的里面啊 他也写到就是 当这个加塞尊者啊 他在基竹山 有没有 录定嘛 就在等着迷勒佛下世嘛 下身嘛 那要把释迦摩尼佛的加沙 传给迷勒佛嘛 那当时迷勒佛呢 他就去到这个基竹山的地方 那个石头就自然打开的时候 就看到加塞尊者坐在里面打坐嘛 那因为坐这么久了嘛 那也是一样都变成好像骨头 所以这迷勒佛呢就把他一拉 他也是用这样形容 所以他好像是这个啊 这个钩索一样 也就是说他一拉的时候 他骨头没有散开 那还串联起来 这是很厉害喔 这是修行很好喔 那这个时候呢 慧斯禅师啊 他也可以记得说 哦 他又有一个地方是 他曾经过去是在这里修行 而化为白骨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又把它取作二生塔 就把他的骨头啊 把它聚集起来 就建一个塔 就称作二生塔 所以一生盐 然后二生塔 然后呢 又走一走 往东的地方再走一下呢 都在这个南岳的地方啊 又建到一个石门 就是好像这个石头里面呢 一个缝这样子啊 所以呢 当时呢 慧斯禅师啊 他就说 哦 这个石门啊 这么隐蔽的地方啊 这么窄啊 如果能够穿过的人啊 就一定可以增加 他的修行的道理 就是 有这种好像特别的加持啊 他说这个地方呢 是古时候的一个寺院所在 是寺院所在啦 然后他又说 他说他以前啊 也曾经在这里 修行过 所以当时这些徒众啊 也赶快用斧头 就把这个石门啊 就是把它啊 就是找出 慧斯禅师讲的这个隐蔽的地方啊 去把它打开来看 结果呢 哇 真的就得到 就是找到有出家中用的这个器具啊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这个唐宇 就是有看到 这个好像寺院的这种 好像建筑物的梁柱啊 这一些的这种移 移基啊 还有这个 就是好像 房间的 墙壁啦 的这种隔层啊 装瓦啊 这一些的器具 所以看到这样的地基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 慧斯禅师啊 他 又看到他 前一世第三个地方啊 就 在这个地方啊 他就要 他的徒众们啊 就说这个地方啊 他很适合 讲经说法 所以呢 就把那个地方 离平了以后 就建一个说法台 他就在那里讲波罗经 所以这个地方 又称作是他的三声帐 因为这个地方 他是在一个 好像密洞里面啊 所以就称作三声帐 所以 一声岩 二声塔 然后 三声帐 那 那 那 这样子的一个事迹啊 就 非常的灵验 就是 慧斯禅师呢 他都可以 知道他过去是修行的地方啊 那 这个是 举这样子的例子啊 让我们知道 慧斯禅师 到了这个 湖南 南越 恒山的时候啊 他好像回到了他自己以前修行的地方啊 就好像 他就要在这里 好像 就是要终极一生 然后 然后 好像回归他以前在这里修行这样子的一个延续啊 所以他也知道他过去是在这几个地方都修行都找到了 所以都应验啊 都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灵通啊 那 接着呢 我们这边就看到的就是 他的一个 这个修正 然后呢 又有人啊 就是 嫉妒他了 所以呢 这个 在这个天台九主传里面就提到说 当时啊 因为慧斯禅师的这样的修正 那 很多 南方的陈朝 因为当时已经是陈朝 改朝换代了 不是凉 是陈的时候 那 很多有学问的人啊 也都去跟 慧斯禅师学 那那个时候呢 就有异道 就是 外教的啦 外教的 然后呢 他们就很怀疑 就是 这个 这个 怀着这个 嫉妒心啊 就要密告 陈朝的皇帝啊 就 他就 汧赖慧斯禅师啊 说他是 从北齐来的啊 他一定是受到北方 的这个 朝廷啊 的委托 要来南朝做间谍的啦 就是说 怀着这个 旗卷 也就是说 北齐 有委托他一个委托书 要他来密探这个南方的吧 要来破坏 我们这个山脉的 这个灵气的吧 就是 但是 因为外道嘛 那个其实 因为南越应该 有很多 这个外道在修行啊 那 很怕佛法 就是佛法修正啊 跟这个外道不一样啊 因为佛法讲的 要向内求啊 那 这个时候呢 这些外道呢 就 去 向皇帝密报 说 他是 北方派来的间谍啦 要来破坏 我们这个 南越的这个 这个 灵气的啦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朝廷就派了 这个 死者 要来 要来 就是 找这个 惠师禅师啊 就是要抓他嘛 结果呢 他们一到了这个山口啊 哇 就有两只老虎在 在这个山口啊 就 哭笑 哇 对他们 就是 吼一下 结果这两个 这一些 这个朝廷的死者啊 哇 嚇得就赶快回去了 然后 经过几天以后啊 他们 又回来 回来以后呢 就 来 就是要 召见 这个 惠师禅师 要到这个 这个 经师啊 去问训 就因为有人密报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惠师禅师 就告诉 这几个 这个死者啊 他说 那 他很尊敬他们啊 说 尊使啊 说你们 就先回去吧 他说 频道 我之后再来 他自称频道了 他说你们先 先请走一步 然后我 这个 稍后就来 结果呢 他们离开以后呢 惠师禅师啊 用飞的 就 咻 一下就飞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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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门啊 而且 一去的时候呢 这个 南京的这个 城门呢 就有四个门 结果四个门都有 惠师禅师 就出来了 就 哇 四个门都是惠师禅师啊 都看到啊 哇 这个时候呢 这四个 这个 看门的 都赶快去报告 我们这边有惠师禅师 他说那边也有 那边也有 那边也有 那四个哪一个呢 所以他们就很惊讶啊 就赶快去报告 报告 报告 皇帝啊 然后皇帝这个时候 心里想 哇 原来是 一位 大师啊 不是普通 泛泛的 的一个 一个 一个出家众而已啊 也不是 这些外道所说的 他是派来做间谍 因为派来做间谍的 怎么会有修行呢 对不对 修行人怎么会去 肯去做间谍的事情啊 所以他才会从北方到南方啊 对不对 他没有再分这个什么 北朝南朝嘛 就是因为战争嘛 所以他要移到南方嘛 所以哇 当时 这个皇帝说 哎呀高僧高僧啊 赶快去把他引请来 京城里面啊 所以呢 当时呢 他就引请这个惠师禅师啊 到南京的西玄寺 就到西玄寺的地方啊 然后呢 什么话都没有问他 一无所问啊 也就是说人家是密报 结果现在皇帝是很尊重的 离请他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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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宫附近的这个西玄寺啊 而且呢 不敢问他任何的问题啦 是这样啊 所以惠师禅师的修行啊 那就是实证啊 你要我去嘛 我就飞过去 然后我去给你看看啊 我四个门啊 你看哪一个啊 其实 他们也抓不到他的啦 真的要抓他一定抓不到他嘛 他都可以画四身了啊 一身画四身了嘛 好 所以我们 这个讲到惠师禅师啊 真的是一位高僧啊 这样的修正啊 而且面对皇帝的这样的一个 这一种询问啊 他也没有害怕 只是用他的实际的这样的一个修正来 显示出来 好 那我们 先把我们今天学习的 这个功德啊 因为发起我们的这个修行的道心啊 所以我们来做回向 愿消三丈出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西交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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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念十方众 蔬食共享业 特举办神州中民祈福法会 即岁末联谊餐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2月30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岁末总会相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举办 祈福消灾超见法会 恭送金光明最圣王金 点灯供水药供 甘露诗食祭佛前大供 恭请常驻法师祖法 日期1月1日星期日 到1月2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